那我現在就要穿它了 好神的衣服 嘩 完美 這裡 這時候總結一下這兩天我到底買了什麼 第一天就是買了這兩個 哈利波特的保溫杯 我很喜歡磨沙面的東西 這兩個保溫杯完全可以做到 還有之前的 保溫杯是保溫杯 保溫壺 可以扭的就是糊 是嗎? 很累嗎? 跟3小時聊過一件事 不准查 大家到底能不能說出哈利波特的四個學院的名字 國來分多和史萊哲林 就一定認識 還有那兩個 哈夫帕夫 還有一個 是你想很久的 就是雷敏克露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整套戲裡面 主角和配角大部分的人士 都不會在雷敏克露這個學院裡面 而且再搜尋一下 裡面說到有什麼人 會比較容易分去雷敏克露 就是一些比較有智慧的人 就是我們看整套戲裡面 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看傻仔 打來打去 那好吧 先說一些杯 先說一些壺 所以雷敏克露這個寫的周邊 不知道是否陰謀論 通常都會出得漂亮一點 相反最出名的周邊 因為一定有人買的 即使是這樣也好 其實我看到那四個保溫壺 都是一樣的 黑色然後真的有一個logo 那我依然真的 只是買了這個 國來芬多和史萊子露 買了一雙 那這兩個保溫壺 都是30元澳幣 它寫就寫29.99澳幣 但是就是30元澳幣 那天還在做75折幣 那算起來 大概100多元一個壺 在第一天裡面 還買了這一頂 Ricky & Morty的Cat帽 大家都知道我是會戴Cat帽的 我是喜歡Ricky & Morty的 剛好是有兩頂給我掙扎的 但是我覺得這頂比較有趣 就是Ricky的樣子 就在舞邊看著來 我通常是向後戴的 那就是說在我後面逛街的人 經常都會看到Ricky看著他 我是在賣25澳幣 而且是沒有做折的 但是呢 就忍不住覺得是買了 因為我覺得挺特別 我第一天只買了這麼少東西 就是嗎 不是 這些是小事來的 那就是買了三條底褲 因為怕不夠用 我是買Yentong 就是我是任劍費支持者 再買多一條四條底褲 慢慢用 我心裡說價錢 大家沒有興趣的 這三條是12澳幣 這條是5澳幣 那加起來... 不要加起來了 我不想計 那第二天到底買了什麼呢 其實真的買了不少東西 首先就是這個 都是Ricky & Morty 看上去是不是已經很漂亮 那其實它是月曆來的 oh yo hello everyone 他叫做Aria 我經常都叫他做Ario 立刻變成男生 哎呦 有Aria的感覺實在太有趣了 他為什麼好像有爪 他應該有爪 上去漂亮 一開是不是 一開就來 嘩! 這個就是摺了一支的Morty 一月已經是 嘩! 那二月呢? 這個是如果有看的人 都會知道是哪一件事 一死了 我忘了那個位置 就是入到一個平衡宇宙 裡面有很多個Rick 然後那些Rick 都會拖著自己的Morty出來的 那一集的內容 這個應該就是 我不足夠介紹了 否則是整條片 所以我為了說這個月曆 看看有沒有什麼爆圖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後面是有看這麼多月 你可以一看 就看完 這麼多月 你不用執業揭的 但是我小時候沒有發現 Shit 糟糕 對 10間 唉 那奧子是15.98 那就是16元 16元就是 663 666 你要90元 近100元 那這個月曆就 就是一個月多少錢 什麼 一個月 一個月 嘩 我沒有這個全部 很難解釋 這個 話說就走了去逛一個Converse的Outlet 我突然看到有幾個Layboard 我就覺得好像有賺鬼 有幾賺鬼 好 猜得多彈得 5 6 7 8 9 這個我覺得很划算 都是在Converse Outlet的執行區 什麼叫執行區 我剛才說過 是隨時都沒有你想要的那個馬 一定是因為斷馬 所以才會在那裡出現 所以一定是便宜的 它45號鞋 因為我自己穿44號 所以頂得順 多一大一馬 我是完全沒問題的 我怕我記錯馬 標價為70元 然後執行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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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這麼久 喂 不行 搞錯 你49元就當他50元 對 300元有找 對 對 對 還有我 有 有大佬 你買那麼多東西 這些個人介入 Converse要買 20元3隊 還要買5隊 20元3隊 為何買5隊 我真的想 還有一隊 那為什麼最後買了5隊 最後那兩隊到底是多少錢 計死人 在香港買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這裡寫著尺寸2-8 我發現原來有些船襪 尺寸11-14 那船襪長到老母 不可以 2-8不是女裝的嗎 神經病 我超適合 穿上來試試 不是這個問題 11-14號是大到媽 大到船襪都變成長襪 你想想 很大 那他拿到哪 我不知道 他拿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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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剪刀 硬開 不是 硬開不到這個 索帶材質 所以什麼時候都說 女人的運報 我剛剛好 你不要玩 你看什麼叫我剛剛好 你看看 這個剛剛好 當然不是 我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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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剛剛好 那我這個叫什麼 你叫2-8 其中一個號碼 我也是 做什麼 2-8 又不是2-28 11-14 你真的需要買來穿 你買船襪變成長襪 你買長襪變成絲襪 很恐怖 你現在會不會去哪 是嗎 他應該是 他會被焗死了 他不會 他不會 你做什麼 不是押紙 不是啊 他在咬腳趾 停 他有沒有押紙 沒有 這是什麼 來 謝謝 做什麼 YUN TAKAHASHI 還沒說完 對啊 沒有啊 因為我在澳洲 我發現原來都很冷 所以睡覺的時候 就沒有長褲 買了一條運動長褲 是無面子的 十分舒服 拜託給大家聽 我想說 這一條是 童裝 這一條是童裝 我說了兩次 不是因為它很重要的 我怕第一次 我擔心不可以 所以就再說一次 第二次是 我打算是 第一次應該是捉管方方 這樣解釋 童裝的最大 然後L 它全場都沒有XL 我看到 那我現在呢 就要穿它 一會兒如果那個馬 不適合 那你就把褲子摺上去 停 停 他們今天問我 要摺褲子摺 我說很快就流行 那你就一直摺上去 要買牆褲 問題就是 我睡覺 睡覺 這個 完美 FIT OK 是FIT 是FIT的 雖然我的大腿是線條 現在就顯露得比較高 但我想說 很恐怖 是同裝 即是你不是 是澳洲 我都176 但想不到你穿同裝 如果不是同裝的話 這套褲子就不太便宜 原價是60 然後現在變成50 50 還有一折 還有一折 還有七折 還有七折 那就划算了 7535 1,2,3 BOOM 大家看到了 Nike這個Undercover 轉Takahashi 我今天才知道什麼是Takahashi 應該是他的設計 那一定不會是新鞋款 在OLED看到 但問題是 我覺得這雙很帥 帥到我不懂放棄 原本打算買的Air Jordan 我也覺得帥 但不夠這雙帥 但Air Jordan是很便宜的 是130 然後能夠換價 因為在Nike那邊的Outlet 收拾鞋區是50% 是半價的 所以在那邊收拾鞋就比較便宜 但是 因為在Konsi的收拾鞋區 我覺得是比較容易收拾鞋 即是合心水的鞋 但是Nike那邊 你可以這樣說 Nike那邊就難一點收拾到合心水的鞋 所以就自己全部去看 記得遇到一點去 不要像我這樣 就是我 就是我睡得比較晚 那其實 它不是睡得比較晚 它是行動比較不便 它是行動很緩慢 好像是龜一樣 那所以這雙鞋就變成了 我幹嘛說話題啊? 你有沒有覺得羞恥? 這個就是叫大家不要學我 你現在過去那個牆那邊 我先說這雙鞋 轉臉然後那個臉壁 我等一下才臉壁 臉壁啊 不是臉壁 臉壁 沒有那麼中文 有張紙 有張彈 有張彈 很漂亮 但是就是這樣 漂亮是不用說太多話題 這雙鞋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雙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雙鞋底永遠都不懂得怎麼說 對,我不想說這雙鞋 你們懂不懂得怎麼玩這些新鞋帶? 我看到有幾雙鞋帶都是這樣 但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玩得比較精湊 其實你比其他普通房鞋帶的重要飯 我買的時候不知道嘛 因為它看起來都比較霸氣 其實這雙鞋很重的 對,這雙鞋是重的 但我不介意 好像坦克車一樣 我不介意鞋重的 最重要是 其實我最喜歡這雙鞋的地方 就是這裡好像雲石一樣 大家看看 好像雲石一樣搭配黑色 我覺得很像 夠了嗎? 你的介紹絕對比我的介紹 我忽略了這一點 我完全沒有理會 這個設計師是一個賣點 然後他不介意鞋 有些白色的雲石設計 我真的覺得有些白色要怎樣 但不太影響自己的事 就是他做了一些多餘的東西 對,圖改日不小心掉下去 就是他做了一些多餘的東西 但不影響隻鞋的觀感 好了,那澳洲頭兩天買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你不要覺得我之後十幾天 之後會買到三、四個東西回香港 其實分分鐘這裡已經買完了 但到底是不是呢? 繼續看 因為他只有一個業 對 這條影片應該就到這裡 記得分享我的影片 記得... 記得分享我的影片 不知道 剪到腰那一刻你笑不長 不知道為什麼 忍不住 不好意思 記得分享我的影片 每逢4月1,4月4的影片 記得訂閱EG兩個仔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嘩,這條影片拍了... 拍了九個字 說這麼多東西 影片 拍了五個字 很高峰 拍了五個字 一個字幕 拍了五個字 拍了五個字 拍了五個字